就是说我在去年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心灵法门 我刚才讲的我认识风水嘛 然后我也有好像学一些风水上 然后好像我也有开始好像跟人家讲讲 他好像看不算是看命 他好像是以那个九宫飞行帮朋友分享说 这个你的好像你命中 以你的你的神志志心你命中缺少什么东西 好像他们应该要补上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一生的命运会走得比较好 那时我还没有认识佛法 所以那时我也有开始跟这个同学大师 跟朋友分享 我这样跟人家分享 我看他们的那个神志志心 然后我跟他们讲 你一生都你缺少贵人 你应该补上你的那些东西的那些 那我会动人英国吗 那当然会动了 你开什么玩笑 你比方说这个人缺什么 本来命中缺什么 这个全是命中注定的呀 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这个人命中注定让他受苦的 到人家来受报的 那就是这么简单了 你如果说佛法 你就得不到就不会动英国 因为佛法那是等于天上最高最高的 佛菩萨的那个佛法是改变人的命运的 其他的下面都叫动人的命根 你听得懂吗 啊明白 你想要为小鬼派你到人间来受苦的 比方说阎王老爷派你来受苦的 你让他不受苦的 对不对啊 那表面上是善事 实际上你不是动他因果了吗 因为他没有觉悟 他自己觉得 哎呀这是应该的 我照样不可以不受苦 那还会做坏事 佛法就是告诉你 因为你懂得了因果 你上辈子做坏事 所以现在教导你 离开你的苦难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哎呀两种概念 所以我这样也会帮人家备业的对吗 当然你去看好了 算命的人哪有几个算了 算了很有名的 哪有算命的人 算到后来自己钱多的不得了的 你听见过李嘉诚 你听见过李嘉诚的算命师傅啦 你怎么不知道他名字的啦 这还不懂啊 明白明白 我跟你说的 帮人家都算好了 实际上算命师也蛮可怜的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他们研究啊 他们算了 他帮人家背的 所以你去看了 很多人帮人家算了算了 人家越算越好 他自己越算越穷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他把自己有时候的福德 都弄到人家身上去了 有的算命师他命 本来应该很有钱的 他不停把人家看了算了 到后来人家越来越好 他自己不行了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明白 因为我这个风水老师 我这个风水师 我认识的风水师 他现在越多越发达了 所以他有叫我们跟人家分享 让他们有一次改命的机会 那时候我没有认识 心灵法门 所以我认识了心灵法门 发达门也是小发达呀 能不能大发达了 嗯 小发达呀 小发达的人多得很啊 明白了吗 可以明白明白 小发达 人家卖卖卖卖茶叶蛋 有一段时间 鸡蛋紧张的时候 他也发达的呀 哈哈哈哈 明白明白 所以我就是接触了心灵法门之后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现在也不跟人家讲风水了 我现在一开始 一看到朋友我就跟人家讲 讲佛法 讲佛法 讲风水是自表不自理 讲佛法是自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好